初日 GSF 嗨 大家好 今天就到十条一下 跟大家介绍一款 有趣的一款 PNP游戏 那它叫做 Chibi Map 那我把它叫做暴徒程式 因為有一個玩家真的扮演是一個黑幫 黑幫你可能會控制很多暴民啊 你可以把它吸收為自己的手下 或是你把其他暴民把它擊倒 那這遊戲程式的警察會獎勵 你會得到一些獎勵分數 那我來介紹一下 在這遊戲裡頭 它提供給是一個2到6位玩家 可以一起遊戲的 機制 那只是這機制會怎麼來進行的是 會根據你的玩家 你可以選用不同的牌組 那因為牌組我已經事先分類好了 這遊戲提供了5個牌組 就是1 2 3 4 5 如果怎麼分呢 就是這個顏色 像這種我們可以把它叫做藍色的牌組 紫色黃色 那自己這個呢 它剛好就叫三色 就綜合這三個顏色都算 那接下來 因為我們當然是模擬一個兩人 那今天兩人我已經選用的是 兩人的兩組牌組就好了 那我覺得今天 好 今天另外就快速的 假設我們今天使用的是 兩噸的牌組 你玩家基本上會拿到一個 所以你覺得 黑幫老大一個人叫做 玩家板塊 那這邊玩家板塊會這樣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有幾個三個顏色 比較好區分的 基本上在這個fetig 這邊叫做手下的位置 然後這邊呢 綠深綠色的這邊A來 這邊叫盟友 這邊heats呢 叫做你擊倒其他老大的位置會擺 所以也會這樣子 這遊戲只會放三個區塊 然後來做兩區分 那有些玩家你也可以這樣把它遮住 因為你只會露出你需要的面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剩下我們選用的牌組之後 每個玩家拿一個板塊之後呢 還有一個玩家輔助卡 什麼玩家輔助卡 介紹一些盟友的一些能力 因為在這遊戲裡頭的牌 並沒有特別的文字敘述 所以它正版兩邊都很特別的敘述 詳細的過程中 完了就知道 好 那今天來介紹一下 這些的牌組 這個爆圖程式其實滿有趣的設計 它是正版面的牌 好 來先介紹一下 我先介紹我們的遊戲動作 在你的回合的每個玩家動作啊 你都可以任意發動你的盟友能力 等等盟友的也會展示一下 那每個玩家在你的回合動作 基本上有四個四選一 那我先介紹第一個 第一個呢叫做所謂的雇用 花錢買一個新的小遊戲把它收買 那這遊戲的買的 那譬如說錢在哪裡 在這遊戲裡頭的每一張牌 其實都有所謂的三族的能力 第一個在最上面 是它的戰鬥能力 那你可以在不同的模組可能會看到 欸 這邊是小刀 這個好像是個刮鬍刀 之類的那些 在這遊戲裡頭 最上面這個 真的就是武力的部分 那以這張牌為力 它的武力就視同於2 那這張小弟呢 它同時身上有2塊錢 就是價值2塊錢 那以及這個小弟的這個能力 它的交際應酬能力是3 所以這個能力呢 它總共是223 那以這張牌為力來看 它的武力就來到了5點 那至於它的錢跟交際能力就比較弱 它只有11 OK 所以每一張牌如果先以這個 小弟的這一面來看的話 它的能力值就會只有3個 那我們把它反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它所謂的正面的情況下 它其實就比較特別 在這遊戲裡頭真的 我們也會發牌 遊戲在遊戲發牌的過程中 都是以這個所謂的這一面為能 然後是面朝上方式出現的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這一面 我們先跟你講 在這一面的情況下的解釋來講 來看的話 這一張老大呢 它的分數有8分 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在這遊戲裡頭 它老大 它會歸屬於 會有 這遊戲裡頭 會有三組屬性的顏色的老大 像這個叫做紅色屬性 黃色屬性 這個叫藍色屬性 所以就叫做紅色屬性的那一邊 這隻老大價值的8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等一下會講 那我先講 這是它價值8分 這個老大呢 它被收買的費用價 你要付4塊錢 你才可以購買它 那我先講 這個是購買的動作 這個老大呢 它會進入你的手牌 同時它會變成你的小弟 所以它的能力可能會因此下降 因為它當成小弟的時候 它就沒有像老大這麼威風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老大呢 如果是因為透過你交際應酬 變成你的盟友的話 它就要看這個數字 所以這前面 在這一面 老大的這一面 它就有三個數字 8 戰鬥 值 同時也是分數 中間這個數字 有個錢的符號 代表它被收買的價值 有個手握手的符號 是跟它交際應酬 打好關係要4點 那以及這個老大所提供的能力 好 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 那每一張牌其實它續續 比較像這個戰鬥有老大 是5 購買收買它高達7塊錢 跟它交際應酬要4點 好 那我現在以這段位來解釋一下 玩家回合動作呢 第一個動作 然後 從你的手牌 打出足夠多的錢來收買它 這個盟友就害了 就是收購 也不知道 就是收買它啦 那遊戲 你可以打很多張 因為你可能錢很差嘛 好 假設今天魚王我手上有這三張 這三張 我今天看到這張我非常想買 我就很想要這個老大 我想要它變成我的手下 兩塊錢 加一塊 加一塊 總會就是二二三四 我就可以將它收回來 但這遊戲比較特別 你曾經被你支付掉 當作錢的手下呢 它會先放在你這個黃色這個群 會代表你一定被使用掉 那你買回去的老大呢 它基本上會變成小弟的方式 拿回手上 會加入你的手牌喔 那個時候 那加入手牌 就可以幹嘛 下回合的 就可以繼續來使用 那當然它有三種屬性 好 繼續介紹 第二個 第二個的動作是什麼呢 是交際應酬 好 那我們要以這張為例 這個老大 跟你變成好朋友 交際應酬能力要來到多少呢 要來到了四點 那四點的情況下 一樣從手牌中支付 那當然你可以超過啦 這遊戲超過就是超過那一樣 這邊的交際應酬也很像剛剛的收買 視同於小弟的能力加總 五點 這個老大被你收買 變成你的好朋友了 之後呢 我們放在位置 把它放在所謂的A欄 這一塊 但是要怎麼做呢 我個人的建議是 我們把需要露出來的資訊的那一面 把它露出來 放在這邊 這個老大所提供的能力 是每回合 你想要它會跑你生產一塊錢 但是基本上 這個能力可以被觸發一次 除非你有好幾張這樣的效果 你就可以說它觸發一次 它也觸發一次 同樣能力是可以連架的 沒有關係的 好這第二個動作 A來 盟友交進一籌 最後一個 一樣以它為例 好建議關手上 一樣有這三張牌 這個老大比較強 因為它的戰鬥能力 有高達了八點 那基本上 你要能夠擊倒它 也會得到相對應的分數 八點 戰鬥力 就是在遊戲解除 它有可能會是八分的 那為什麼是有可能 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好現在我手上總共有這麼多的小弟 那基本上 我必須要支付縮小弟 為什麼 因為我的戰鬥能量 四三七 這樣子 我是九點 好那一樣 那我在某一回合動作 我選擇了 去 呃 攻擊 攻擊一樣 支付出來 所有需要支付 從手牌支付的小弟 必須放在 手下這一牌 那這個老大被你擊倒了 它會怎麼辦呢 將它拿到 HIT 你可以講說 就是馬上擊倒了 那會得到這個 紅色屬性的八分 就這樣子 那場面上原本是 還有其他牌 就去留著 所以最後 這是一個 第三個動作 那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第四個動作 你剛剛說 誒 我今天手牌用完了 我手上沒有任何的牌 這遊戲的最後一個 比較特別的動作是 在你的合合 如果你也不想做 攻擊 交際應酬 收買 因為 都沒有花到牌 你可以選擇另外一個動作 將你所有 在 曾經使用過 小弟的這邊 這個區域 將它全部收回手上 這是遊戲的第四個動作 就是 他們可能去休息了 然後就說 我要選擇休息 那休息會把你小弟 全部都拿回來 因為他們才可以被你重新再次使用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 這遊戲的分數呢 分數首先 快速介紹 老大被你擊倒的區域 他 戰鬥能力幾分 就會算幾分 可是這遊戲的情況下 機制來講 蠻特別的 我們剛剛說兩人局 假設先快速摸力 遊戲在兩人的時候呢 會把這兩堆牌給洗一洗 假設這樣子好 隨便先切一下 兩人玩 在遊戲的這個 暴徒城市的中間區呢 就會隨機先翻出四張 那顏色都沒有關係 翻出來剛剛有特別說 以老大面朝上 如果是被你買走 才會這樣子的方式看 所以平衡玩家的區域 我們這樣看得到 遊戲會玩到 這四張牌兩人局 只剩下一張的情況下 遊戲就會馬上結束 可是我們一樣會做完 你講不會做完 遊戲會馬上結束 那我先介紹一下 最後剩下這個老大 他一定會有個屬性 好 假設最後剩下這樣子 我摸一下 假設今天一萬人 揍了好多人 揍了這麼多隻 好 最後場面上只剩下這個 這個老大屬性 最後剩下什麼 是剩下屬性是黃色的 接下來所有玩家檢查 被你擊倒的老大區域 跟你同顏色的這個圓圈圈 不看這個底色喔 圓圈圈 跟你 跟場上最後一張留下來 通通完全不計分 因為會被他討厭 我就是老大 你怎麼還可以擊敗我的呢 所以通通會先被額外扣掉喔 最後只算你留下來其他屬性的分數 是 這個就是四分 六分 八分 所以老大 老大區域這邊分數很簡單 他數字是幾 就是幾分 可是要事先檢查 遊戲結束的那個老大 討厭的人 好 你接下來看 盟友 盟友 盟友基本上 一個人說 我今天在遊戲的過程中 握了好多人 所謂的 什麼叫握了好多人 就是你跟好多的老大 當好麻吉 每一張基本 都是兩分 除非你有一些額外的加分 那所謂的額外的加分 就隨便就是拿一張 這個 今天你某一次握過 跟某個老大 這邊有個 加EVP 那這張牌剛好 這張遊戲其實很簡單 我們看 他真的是A來的時候 每一張 額外都得到一個 勝利分數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有這張在的情況下 我每一張 反而可以來到3分 就是1 2 3 4 5 總共有5張 每一個乘以3 所以我這一個情況下 反而我的盟友得分有15分 好 最後一個積分 比較特別 不管你有沒有用掉的小弟 或是你曾經已經花掉 使用過的小弟 他們的分數都比較單純一點 每一張一分 你也可以講的就是手牌 花牌用過了 所以才有1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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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情況下 我就是 我手要有在那 3分 用過的小弟一樣 沒關係都是一張1分 好 最後遊戲幾分會只是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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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